当地时间3月10日早上8时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飞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比的客机 起飞6分钟后在其首都亚迪斯亚贝巴 以南约50公里的德布雷塞特坠毁 机上149名乘客及8名机主人员全部罹难 人员来自中国、美国等35个国家及地区 罹难中国公民共8人、5男3女 其中1人是名叫曾成毅的香港人 为联合国环境署驻肯尼亚办事处的职员 香港居民曾成毅本科在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系就读 随后赴英国升学 毕业后曾在联合国驻意大利的粮食及农业组织工作 他现年37岁已婚 与妻子育游一名儿子 全家自2016年起在肯尼亚居住 曾成毅在他的网络社交平台 经常分享他在非洲的生活经历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表示已获悉此事件 并主动联络曾成毅家人 按家属医院提供一切可行协助 入境处会继续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署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民主共和国大使馆 当事人家属及航空公司保持联系 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并积极跟进事件 涉事客机事发时坠落并撞出一个大洞 救援人员已尸袋运走遇难者遗体 有目击者指 现场火势猛烈 消防员在事发后近三小时才到场 埃塞俄比亚航空行政总裁表示 当职机师是资深飞行员 出事前曾通报操作困难要求返航 空难原因仍然有待调查 有航班追踪网站指 客机起飞后的垂直速度不稳 但现场能见度佳